那时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又显现给门徒 他是这样显现的 当西满伯多禄 号称迪迪摩的多莫 加里纳亚加纳的纳塔兰尔 在伯德的两个儿子 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积满伯多禄对他们说 我去打鱼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同你一起去 他们便出去上了船 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不到 已经到了早晨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没有认出 他是耶稣来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孩子们 你们有些愚痴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向他们说 向船右边撒网 就会补到 他们便撒下网去 因为鱼太多 竟不能拉上网来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对伯多禄说 是主 伯多禄一听说是主 他原是赤着身 就处上外衣 众生跳入海里 其他的门徒 因一岸不远 约有两百走 坐着小船 拖着以往鱼而来 当他们上了岸 看见放着一堆炭火 上面放着鱼和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你们刚才所打的鱼 拿一些来 积满伯多禄便上去 把网拉上岸来 网里满是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有货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睡上前 拿起饼来 递给他们 也同样拿起鱼来 递给他们 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 向门徒显现 这已是第三次 让他们说 你必须就是 那么就像 没人 我